五一假期 人们出行出游热情高 各地景区也积极准备迎接客流高峰 北京八达岭夜长城4月30号晚开放 开放时间从五一假期一直延续到十一假期 八达岭夜长城开放段落为北四楼至南四楼 游客涉及而上 可欣赏金龙威仪壮阔归规律的夜长城之美 在文化街区将延续去年 梦回长城八方来贺的主题沉浸式演出 演出采用行进式观演模式 融合音乐剧 舞蹈 杂技 武术等多元化艺术形式 带给游客别致的文化体验 今年八达岭夜长城在氛围营造上也有新突破 通过传感器等设备 对灯光能耗进行实时监测和智能调控 实现不同时间 不同地点的用光需求 最大程度实现节能环保 并采用仿生态树枝灯具 实现与整体环境的融合 夜长城开放期间 从北京市区往返八达岭的夜间直通车 八达岭南线地面缆车也将适时运营 为夜游长城的游客提供相应的服务保障 这样的游客 所以好的非常明显 我们下期的游客 有 multiple游客